大家好,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二,我们继续分析美国股市,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坚持看空,小摩说金发姑娘不会出现,美股明年将面临风险 许多分析师相信现在是时候买入股票了,因为他们希望美国经济在2024年不会出现硬着陆 而且美联储已经完成了加息,不过摩根大通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D.L.B.却不这么认为 L.B.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市场的定价实际上反映了某种软着陆 许多人正在呼吁出现金发姑娘,这是一种两全其美的经济状况 不太热又不过冷,但这不现实 金发姑娘在经济学上是指,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应有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他认为股票将在2024年面临风险,因为经济放缓,预计将对企业盈利造成压力 定价能力下降威胁到利润率 他表示,再加上高估值更拥挤的仓位和低波动率就形成了股市非常脆弱的格局 他表示,尽管利润上升一直是投资者最大的担忧 但降息压注是由较低的增长预期推动的 由于需求减少,利润和通胀已经下降 他补充称,所有这些使得明年相当高的盈利预期都有被下调的风险 他认为美国经济,明年的经济将不稳定 他建议投资者买入公用事业类等防御性股票 这可能有助于对冲经济衰退的风险 他补充说,如果实现软着陆 该领域也应该会产生可观的回报 与摩根大通不同的是 华尔街许多机构预测 美国股市明年将创下历史新高 标准普尔500指数今年上涨了20% 摩根大通预计 明年美国企业盈利将增长2%至3% 低于普遍预期 该行还指出 在股市恐慌指标VIX接近三年低点之际 预期可能过高 对于软着陆的前景 他说,几乎所有人都很乐观 所以我不知道也许我们是唯一的疯子 特斯拉多头大胆预测 2027年Cybertruck交付量有望达60万辆 特斯拉投资者,蔚来基金管理合伙人 加里布莱克认为 上周开始交付的电动皮卡 将把这家电动汽车巨头带入一个全新的目标市场 交付量也将超出华尔街的预期 布莱克周一发帖称 他预计2024年皮卡将交付10万辆 25年将交付25万辆 这与特斯拉CEO马斯克本人所预测的一致 布莱克预计 2026年皮卡将交付40万辆 27年将达到60万辆 这比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师预测的要乐观的多 布莱克在他的预测旁边列出了目前 华尔街平均预测的数字 24年交付7.8万辆 25年16.5万辆 26年20.1万辆 27年27万辆 布莱克估计从2027年开始 皮卡的销售将使特斯拉的每股盈利增加1美元 未来股票价值增加40美元 当前股票价值为每股25美元 在美国 各类皮卡每年的销量接近300万辆 约占美国汽车总销量的20% 布莱克指出 电动皮卡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潜力被低估了 他补充说 每个扩大的市场可能进一步使特斯拉 能够在几年内推出一款更小更便宜的皮卡 出口到欧洲和亚洲 Meta和IBM等组织创建AI联盟 以共享技术和降低风险 Meta和IBM正联手40多家公司和组织 创建一个致力于开源人工智能AI工作的行业组织 旨在共享技术并降低风险 根据周二的声明 这个名为AI联盟的联合体将专注于负责任的开发AI技术 包括安全和安保工具 联盟还将寻求增加开源AI模型的数量 而不是一些公司青睐的专有系统 开发新硬件并和学术研究人员合作 开源AI技术的支持者认为 这种方法是培养高度复杂系统的更有效方法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Meta在发布其大型语言模型的开源版本 这种模型是AI聊天机器人的基础 我们相信开放式开发人工智能会更好 更多的人可以从中受益 开发创新产品并致力于安全 Meta全球事务总裁Nick Clegg在声明中说道 联盟最终将成立一个理事会和技术监督委员会 参与者包括甲骨文、AMD、英特尔和Stability 以及圣母大学和Math Open Cloud Alliance等学术和研究组织 Chatt GPT的创建者OpenAI最近解雇 然后又重新聘用了其知名首席执行官的故事 加剧了关于公司在开发强大AI技术方面 应该如何做到透明的全球性辩论 OpenAI并未列入这个联盟的参加者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盘前的表现 纳指期货微跌0.4%左右 我们看到多头目前还未反攻 这样的话如果今天空头实际往下砸 没有弹起来的迹象 或弹起来的迹象非常的微弱 多头应该进一步减持 那如果今天是大阳线 那届时我们盘后再讨论 不过目前MACD这个指标 已经是死差了对吧 所以我们对于科技股 从昨天开始进一步这个洗盘 特别是纳指 它从平台区域往下砸 这样的一个新的洗盘深度 已经在有可能要进一步开始 所以多头要尤为的谨慎 而公头如果你已经在昨天 或者是今天想要进场的话 你要这个止损要再好就可以了 对吧 而我们不做公头暂时 对吧 那么市场会怎样洗盘 有没有可能像这样洗盘 是有可能 也有可能 这个什么都有可能 这个市场里 洗盘行情的形态 五花八门 那对于我们多头来说 对于纳指来说 应该关注今天空头 进一步下砸的力度 接下来一两天 或者说本周 对吧 我们对于部分 待会我们说一些龙头股的时候 大家进一步感受一下 那如果今天是阳线 咱们盘后再讨论 特别是下午盘 晚些时候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阴线无法收起来 那就说明应该进一步减持 好 我们看一下小盘股 小盘股盘前也微跌 对于小盘股的预期 罗素 我们罗素 我们继续往震荡上行的思路 暂时是这样 短线波段 以短线波段交易为主 看能不能去测试一下 这根平缓的下跌趋势线 那么测试之后 如果空头反攻 意图不足 那么市场将轮动到小盘股 进一步探高 进一步创新高 或者说进一步去测试 更高的阻力区 我们要随时提防着下落的可能性 因为市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生 对于小盘股来说 趋势线应该画好 道指盘前 微跌0.1%左右 它主要是在历史高点附近徘徊 接下来是深跌 给一个回撤 还是凸上去 这个大家用眼睛看着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因为猜不到 因为市场的空头不强劲的话 你没办法去猜反转为空头 对吧 只能顺势往上猜 那如果跌了 跌了多头 就要注意 要考虑是否要减持一点 对吧 不过目前空头的力度还不够 像这个纳指空头就有点小力度 但是这个道指目前还没有 所以我们不能去猜这一波波段的顶部 综合来看 标普也是微低 那这个位置能不能继续跌一下呢 如果跌的话 多头也要适当的考虑是否要减持 那么也有一种情形 就是稍失横盘整理之后 继续涨 继续涨 好 你看空头 不强吧 目前来看 所以今天非常的关键 到底是强势的砸还是横盘震荡 整体看来 标普 近期的波头也是较为陡峭 洗盘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MCD今天被砸成金厂 也可以减持 那么后续我们再讨论 要不要进一步坚持 总之呢 市场并非一蹴而就 这个重要的决策呢 需要一点一点的去做出来 好 这是 这是标普 好 我们看一下VIX VIX目前处于低位 那如果他有意图往上拉升一下 表明我们的市场本身呢 还要进一步的洗盘 或者说走为小空头 局部的空头波段 对吧 那么 这个昨天的波动呢 也不是太猛烈啊 你看之前 对吧 这些大阳线啊 就是VIX这个指数 大阳线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美股会暴跌一下啊 那你看这个阳线还没有显现 那么一旦显现的话 大家要注意 美股啊 进一步洗盘的概率就大大的提升啊 特别是科技股 好 整体感觉呢 就是 美股呢 还是比较适合做局部波段交易啊 不要看太远 因为美股今年啊 其实啊 这个涨了不少啊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呢 昨天啊 这个盘前录节目的时候说不好做啊 你看他又往下跌了啊 我们说多头想要再重新做多 务必啊 你在比如说 呃 小的时间框架上要找到一个回撤止跌的一个架构啊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一小时多 对吧 说这个太难做了呀 这么看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做这种特别超日内超短期啊 啊 稍微有点小波段这种 长个两三天这种波段还行啊 啊 所以这个图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短期波动的一个风险啊 我们需要看到多头 这个洗盘 直接提问之后啊 再去做多 那如果美股啊 其他国家股市啊 都不愿意暴涨了 那么狂金有可能涨一涨啊 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今天如果再收出阳线 在明天才可以去做一个反弹度啊 因为这个图呢 也有可能落下去吧 好 这是原油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先看一下Roku 啊 大家肯定是担心啊 他能不能啊 伸低 对吧 那多头呢 唯一的做法就是把趋势线稍微调紧一些 在一些关键的技术位啊 比如说对Roku来说 技术位在90亿代 对吧 啊 这个支撑区一跌破啊 无法有力反弹的时候可以减持 或者是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暴跌阴线啊 可以适当的减持 然后呢 啊 这是画好一个下跌趋势线 但是你看这个空头目前的力度还不是太强啊 所以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啊 也就是说多头还在池塘的过程中 空头的下达的这个力度啊 还不够强啊 所以多头应该暂时啊 维持看涨的一个思路 好 我们看一下木头界整体的图啊 你看木头界整体的图 他这个技术位还摸到 还没有摸到上一波这个高减值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颈线位置 我没说过颈线能否突破 那得事后才能知道 对吧 我们我个人是有点倾向于突上去呢 但是倾向归倾向啊 我们的趋势线 他只要不破下来 还是往上倾向 对吧 没有人说啊 这个还没看到 就说一定会砸下来 所以有没有可能再恢复到这个 头肩底的右肩震荡模式 是有可能的哈 一切就有可能 所以多头呢 我们说波段交易啊 告诉我们虽然内心希望啊 多赚一点这一波啊 但是啊 也还是要提防着 他进一步进一步洗盘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就是不跟你突上去 就再次恢复到震荡 对吧 说明市场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对吧 这件事呢 大家还是要进行波段化的处理掉 对吧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以波段交易的模式生存下去 而不是啊 这个特别相信啊 这个一定会怎么样 对吧 没有什么一定 为什么 因为如果科技股 带来下跌的恐慌的话 可能市场的整体情绪并不高啊 届时还是要提防其他的小盘股 传统股 他也给回车的可能性 尽管是有短期的一些局部的小轮动 但是啊 这个市场的整体情绪和风格也比较重要哈 市场因为啊 可以用情绪去传染每一个人啊 该就是会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到底变不变呢 不知道啊 趋势线一定要画好 好 我们看一下波音 你忘记说波音还能做吗 这个问题和刚才这个 木头姐这ARKK类似哈 也都是到了一些阻力区 所以有没有可能继续上呢 咱们由于不去猜顶啊 还真不清楚啊 目前空腿还没有强势反攻 这个图 多腿推线一定要画好 对吧 我们不要啊 这个特别长的信仰常识 要做一些局部波段就可以了 有时候波段的几周 有时候几个月 对吧 还有时候就几天哈 那这个图呢 现在你去追高的话 你觉得舒服吧 那么只有你要去做多的话 这风险就大了一些啊 对吧 他虽然是直购运动 但是直购运动 他长到哪儿 咱们不知道啊 咱们猜不到顶啊 他也许这 这哪个横线都有可能成为停顿的点啊 所以啊 那些啊 想要追高的交易者 你只能特别少的仓位啊 比如说我在这的时候 我买买十股 在这就只能买一两股 对吧 因为 对吧 万一跌了 你就离 这个损失就小一些 是吧 风险越大 这个资金啊 越小 有人说没什么风险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 我只知道目前趋势线还没有被向下破位哈 目前还是漂亮的阳线多头 好 我们看一下U U这个图呢 虽然我们在这这一片啊 都说应该进场做多啊 但是大家也要把趋势线画好啊 我们一再叮嘱大家 趋势的变化也是 呃 随时可以变哈 随时可以变啊 特别是偏震荡行情的图 啊 他也随时可以再会折回来 例如这种啊 再会恢复到震荡 当然也可以走一个大的波段哈 所以呢 我们对市场的变换 莫测啊 这方面表示敬畏哈 嗯 趋势线目前还没有被吓破啊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职仓看一看能不能继续震荡上行 好 我们感受一下配泡这种图 配泡 我们说这一辆乐观的话就凸上去了 所以本周我们要关注啊 这个长期的大型下地支线形成第一大突破浪 逆转的突破浪 能不能形成啊 在本周就能显现出来 是吧 嗯 之后呢 我们才考虑右侧的点位 好 我们看一下阿斯曼尔 阿斯曼尔的图目前还是偏啊 震荡上行 我们说 待会我们把这个 呃 半导体领域看 先整体看一下啊 半导体领域整体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洗盘行情 是吧 我们说科技股可能要进一步洗盘 你看洗盘的形态也有横盘洗盘 无需震荡的 也有一些啊 数值下跌的 对吧 那么这个半导体领域目前是一个横盘洗盘 我们要提防它深跌的可能性 对吧 呃 从SOSL 目前的日线图来看啊 这个好像多头还愿意加仓的感觉啊 你看 下影线 又收起阳线 你看又收起来了 但是也要提防进一步深跌的可能性啊 今天盘前就下跌了一些 不过盘前下跌也没什么用啊 还得看明天下午盘啊 这个啊 今天下午盘这个 呃 指跌的一个情况是吧 好 我们就要继续观察这个洗盘的情况 如果大家感觉不舒服 可以都先减少量减值啊 啊 以提防着深跌的可能性 对吧 目前不是深 不是彻底离场的啊 因为这个更像是洗盘啊 不像是注顶 所以我们啊 盘后再讨论啊 好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 阿斯梅尔 你看阿斯梅尔的图 昨天还是收出这种直接K线的感觉 啊 但如果今天又是给阴线啊 也感觉不是特别足以为惧啊 不足以为惧呢 目前 就更像是上行过程中的洗盘啊 嗯 有些图 对吧 啊 因为这个位置呢 还是支撑区 是吧 有人说MCD又是死差了 死差有可能是横盘洗盘 或者无需震荡一下 是吧 所以到底会怎么样呢 目前啊 空头需要强劲一些才行 因为空头现在不够强啊 多头又微上去了嘛 我们看一下Fasily Fasily这个图呢 多头的止损点一定要紧凑一点啊 往这附近 往上调 避免说再折回来 形成一个局部震荡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迪士尼也是走了一波啊 有点小下破位啊 所以多头呢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波回撤的情况 对吧 如果今天又是阴线可以减持啊 等待这波 这波是什么 属于第二浪吧 我们说第一大浪突破浪之后 要提防第二大浪的回撤啊 对吧 如果再跌的话应该减持哈 等待新一浪的止跌 下跌趋势线 画好 好 这就是市场的整体节奏 所以说市场都倾向于给回撤啊 目前 苹果呢 苹果昨天跌下来又弹了起来哈 所以今天如果给阴线的话 那么这波回撤啊 将继续回 是吧 多头理论上应该减持啊 如果今天给阴线的话 和大盘的走势一样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盘前低啊 那如果今天带跌呢 应该减持啊 理论上 我们的计划是趋势线就要守住 守不住的话应该减持 嗯 如果跌的比较重的话 要多减持哈 后续呢 我们再看直接提稳 再慢慢的做 嗯 那如果今天阳线呢 那就不用减持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Meta Meta也在洗盘啊 嗯 洗盘的时候都都画一个局部空投支出线 对吧 好 洗盘行情不想参与的话 一类都是减持啊 看一下亚马逊 啊 亚马逊你看昨天空投砸的这个 这个强度不够啊 你咋下来又弹起来 所以呢 这目前还是一个震荡啊 所以我们对于刚才那个纳指啊 也是比较中性的一个偏小悲观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这边洗盘到底会怎样洗 是吧 在咱们之前看不到 所以啊 如果阴线过重的话 减持量应该失望多一点 如果早是弹起来 那就那就拿着先看一下 是吧 你就是这个让让让 让多腿没法角色啊 这种图 没法做出卖出的角色 对吧 早是弹起来 为什么呢 看一下谷歌 谷歌这个都比较痛快 是吧 亚马逊不痛快 那这个图你减持过就OK了 对吧 再弹起来呢 那就不用减持 好 我们看一下奈飞的感觉 嗯 也要洗盘啊 对奈飞来说 也要洗盘 多头应该减持啊 因为他有时候回撤比较深 嗯 对吧 嗯 好 好 用伟达盘前也低了哈 我们计划是270减持吧 嗯 画好下跌趋势线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删掉 我们以局部趋势为主哈 嗯 它也可以恢复到震荡行情 或者是大雄市 一切都是有可能啊 所以我们说 破了重要的点位的时候 要做减持 对吧 嗯 PLTR也是破了 多头可以减持 对不对 它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时候 就要减持 画好局部下跌趋势线啊 再考虑 下一回到底做不做的问题 所以市场都在 总在变哈 一个是黑线变了 肯定 你就得做 做处理 对吧 好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多 盘后呢 看一下变化的情况啊 再见